嗨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12月了要过圣诞节 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黄石战争部落冲突 这个常见的封号问题 相信你们多多少少有在网上看过 有一些什么大佬老玩家 他们会在发一些动态说 哎呀我被官方封号了 官方你这个大坏蛋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怎么可以封我 How dare 这种言论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疑惑 为什么会被封呢 在什么情况下我会被封禁了 哎呀我是不是好危险 官方会不会封我的号 就会有很多类似的一些疑问 那么今天我来解答一下 这些常见的疑问 那么首先免责声明 接下来所有的内容 都是来自官方人员公开的信息 比如Supercell的服务条款 都是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或者黄石战争社区经理MAX 就是我经常叫的超级MAX的推文 他是官方的工作人员 所以他发的一些推文 发的一些回复 都是非常专业的官方工作人员的回复 并不是什么自称 我认识我在Supercell有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没有 他是真的Supercell 官方的黄石战争社区经理 所以他说的话 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那么我们不保证100%准确 也不保证未来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 请珍惜自己的账号 不要违反相关的Supercell服务条款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MAX 社区经理Community Manager 那么这位是黄石战争官方的工作 黄石战争区的工作人员 他是社区经理 他不是游戏策划 他更不是游戏客服 也不是他封的你的号 他只是社区经理 他是一个 社区经理是一个岗位的名称 他不是游戏策划 不像是以前的set 我们叫的关头策划 他以前有说过 他是负责平衡性调整 但是现在MAX 他只是一般的管理社区 和玩家们互动 解答疑惑的工作人员 平衡性调整不是他调的 平衡性调整是游戏内的游戏团队来调的 那么我要说的是 游戏开发人员 调平衡性的或者开发游戏的 和游戏客服 他们是不同的东西 游戏客服是在游戏内提供你知识 如果你遇到什么疑问 可以问一下游戏客服 或者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可以联系客服之类的 他们会帮你 然后MAX他既不是游戏 游戏开发人员 也不是游戏客服 他是社区经理 他是独立在这两个团体之外的 另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的账号被封了 你人身攻击MAX MAX你怎么可以封我的号 我要攻击你 我要诅咒你 这是没有用的 你也不可以跟MAX说 MAX你看我这么可爱 你可以给我一万宝石吗 MAX你骂他 你夸他 或者你拍他马皮 都是没有用的 他只是社区经理 他没有相关的权限 他不可能给你宝石 也不可能解封你的账号 他只能帮助你 他只能帮助你跟游戏团队 游戏客服团队联络 这个人好像被误封了 你们检查一下 他最多只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不能说 原来你是被冤枉的 等我一下 我马上帮你解分 这种事情是他是做不了的 所以他的作用有一点 但是非常有限 他不是game leader 他不是隔壁荒野乱走的Frank 他只是社区经理 他不是旅游系的老大 他不是老大 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 那么介绍完Max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 游戏内常见的账号封禁的原因 那么我这里整理一下 那么这里的严重程度 我认为 根据我认为是递增的 第一个是侮辱性的行为 或者语言 就是你在游戏内 对一些其他玩家 做出一些非常不好的行为 比如说你打天机 也劈劈到这个人 他磕你 然后你输了 然后你非常生气 把他拉到部落里面 或者自己跑到对方部落里面 然后骂他 说你说你 你这个什么什么养的 你生什么什么 没有什么什么 或者你是一个外国人 看到个中国人打败你 你跑到他部落里面 刷青青青青青 这种事情 这种行为 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行为 这时候你就可能 会被别人检举 被举报 然后你的言论 会被Supercell里面的 客服人员查看 这种查看 你的言论 一般来说 有时候会没有上下文 所以客服要是检查到你 骂脏话 说出一些非常没有礼貌的语言 他们就会封你的号 这种封号的话 是一般来说是递增的 一开始可能封你几天 或者三天一个星期 然后如果你要是一直 做这种事情的话 他们会永久的封你的号 所以还是希望各位 文明的游戏 不要做出欺负他人 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那么我这里得提一嘴 在Supercell的游戏里面 发表情 不属于侮辱性的行为 所以如果有人 跑到你的部落里面 一直给你发一个胳膊里 笑 或者国王笑 是没有用的 是他不构成这种 霸凌他人的行为 或者荒野乱斗 你把一个人拉到你的队伍里面 一直给他发盗拇指 也是不构成这种行为 这只是一个表情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 一个人一直给你发表情 让你精神崩溃 抑郁症的 找游戏克服举报 他是不会把他封号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能希望 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强大一点 当然如果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看到几个表情 你会直接绝望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不要 不要玩这个游戏比较好 你可以玩一些比较 比较和谐的游戏 就是没有这种表情 也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暴力的这种游戏 那么第二个理由 是使用第三番的软件 软体模拟器脚本 类似的东西 那么第三番软件 被封号的一般常见 在部落冲突里面 因为部落冲突 经常有人用模拟器玩 部落冲突是吧 因为皇室或者荒野的话 你用模拟器玩 好像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游戏体验的提升 还有就是部落冲突 这个游戏 这个模拟器脚本 这个问题特别的常见 所以他们如果查到这个事情的话 他们会直接帮你封号 一般来说 不会给你一个警告 如果他查到你用机器人的话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用模拟器的话 他们可能会给你警告一下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挂机脚本的话 应该就是一开始直接给你永久封号了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很多人 我看过很多人挂机刷墙 然后被光发封了 但是当然你都已经决定了 开这种东西了 被封号 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第三个理由 是未经授权的宝石销售 这种封禁理由 一般是找了第三番的带冲 然后这些带冲不怎么正规 他们登录了你的号 然后刷了 倒刷了一些其他人的信用卡 或者买了宝石之后 进行苹果或者Google Play的退款 导致官方一个字都没拿到 然后你拿了一些宝石 这时候官方就有点不爽了 你知道吗 如果他们一般采取的做事 就是把你买的宝石给你扣成复数 把它全部扣回去 把它收回去 如果你买了什么皇室通行证 或者皇室令牌 你拿了奖励 他们也会给你扣回去 那么这时候 如果你的宝石 一直处于复数的状态 要是长时间不补回来 他们就可能封禁你的账号 那么怎么样 才能安全的充宝石呢 当然是使用 不好意思 这次没有人找我打广告 当然是使用Razer 没有Razer 也没有找我打广告 那么很遗憾 我不能提起这两个东西 因为他们没有找我打广告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理由 故意利用游戏漏洞 这个封禁理由 是比较不常见的 我玩皇室 或者部罗通书这么多年 好像是没有见过封禁理由 不过 我在隔壁的荒野乱斗 见过类似的封禁理由 是当初战队赛干出来的时候 可以通过不同时区的战队 一直刷战队币 然后那时候 好像那个问题 好像挺严重的 对官方来说 好像挺严重 那么他们就抓了一批人 他们刷了很多战队币 然后直接封禁31天 也没有办法解封 所以他们给的理由 就是恶意利用游戏漏洞 虽然游戏漏洞 他们一直也不修 很明显是他们修复的效率问题 然后直接把你封掉 这种理由 勉强说得过去 好 那么下一个是共享游戏账号 我之所以把共享游戏账号 从购买出售代打这些里面 当独拎出来 是因为共享游戏账号的处罚力度 是跟下面的两个处罚力度是不同的 共享游戏账号如果被查到的话 是首先会封你31天 然后再 如果再多次共享的话 会封你永久 但下面两个东西 只要查到永久封号 一般来说 几乎不可能解封 所以下面两个是最严重的两种行为 那么关于账号能不能共享 为什么买号和卖号就不行 为什么不能带打其他人 为什么我的账号是我自己的个人财产 为什么我不能把它送掉 这种问题我不探讨 因为这些东西我管不了 这是人家SC自己的服务条款 一些规则 你跟我抬杆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帮你们解读SC的规则 以及教你们如何避免被封好 我只能做这么多 我并没有办法把那个SC告账法庭 把你的账号拿回来 并没有办法 需要重点说明一下 就是目前所有的封禁 都是人类进行封禁的 并没有所谓的机器人 7乘24小时 无时无刻扫描游游戏服务器 得到一个封一个 得到一个封一个 这种行为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 这个Supercell游戏 百万的玩家 要是得到一个封一个 封一个的话 要是机器人出问题了 容易出很大的 出很大的麻烦 所以目前所有的封禁 都是人类进行的 那么机器人顶多 就是把一些可疑的账号 搜集起来给人类看 人类工作人员 看过去 这个账号好像有点可疑 封一下 这个账号好像也挺可疑的 封一下 是这样子的 所以人类 它封禁账号的效率 是有限的 所以并不能保证 所有违反相关规则的玩家 都会被封禁 所以你可能去年代打20胜 代打20胜 我好厉害代打了10个20胜 没有被封禁 官方果然是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然后过了一年 2023年再20胜 然后你被封了 你不能说 怎么这样好 对 你怎么可以封我的号 只是去年没有逮到你罢了 今年工作人员逮到你了 所以还是不要代打比较好 那么据我了解 我猜 我猜官方会重点光照 那种排名比较高 或者成就极其显著的高级玩家 他们会重点查一种 那个top player 如果你是一个5000杯的玩家的话 他们一般来说 检查你的概率 微乎起为 但并不代表 你可以随便违反这种 这种这些规则 所以还是希望即使你不是一个top player 也希望你能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我的上一句话 我只是说 他们重点光照top player 并不是代表 并不代表你听了我的话 你就可以随便去违反这些规则 然后被封了怪我 这种事情我不负责 我只是说 他们比起大众 5000、6000杯的玩家 他们会更光照那种比较高级的玩家 所以都不要违反比较好 遵守规则健康游戏 朋友们 那么既然是人类检查封号的大部分情况下 绝大多数情况下 人类工作人员会经过多种核实 所以被他封禁之后 想要解禁 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人类工作人员会有一些什么严格的规则 让他检查一些指标 所以他一旦确定了 你想要提出物风抗议这种成功的概率是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但是还有极少数的情况下是可以解开的 极少数特殊的情况 那么SC是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违反一些规则的呢 那么他们在服务条款里面写了 他们会搜集你的资料 我知道你们没有人会读服务条款 但是我为了做这一期解答 我真的去读了服务条款 我找到了这一段 他们会自动搜集你的一些材料 其中包括你的常用设备 设备辨识号 设备的辨识号是一般来说改不了的 就算你恢复出厂设置 你手机的小手机 你的设备的辨识号 Mac一般是改不了的 如果你是一个Android系统的手机的话 你可以通过一些比较进阶的操作 修改你的Mac 但是一般来说大众玩家 一般人应该不会这么折腾自己的手机 那么我这里没有鼓励你们去搞这些事情 没有 我只是跟你们说 他们Supercell会搜集你的设备信息 你的常用IP地址 或者你的网络提供单 或者你的手机的什么手机的名称 作业系统什么之类的 那么其中这个IP地址 其实没有你们各位想象的这么重要 因为大部分的网络提供商给你的IP地址 它是会变来变去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固定的 就是属于你的IP地址的话 一般来说你需要花一些钱 找你的网络提供商 去买一个固定的IP地址 所以SC一般不会根据你的IP地址 变了一下Edge for你的号没有的 因为一般来说 各种玩家的IP都会变来变去 但是他们的这个IP的常用地址 一般人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个IP地址只是一个 参考的参考的数值 他们并没有这么大的权重 那么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游戏信息 游戏进度的信息 你在什么时候 什么几点 几点打了几把比赛 跟谁打的 然后你下了几个牌 或者什么 你输了几个皇冠 赢了几个皇冠 一天往几个小时 他们都知道 这种信息 他们全部搜集过去 存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 他们都知道 你用你的小手机 什么在游戏里面干了什么 他都知道 这些信息单独看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用 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些信息结合起来 比如说 你突然换了一个手机 然后换了手机 登录这个游戏之后 突然又改了个名字 改了个名字之后 然后你登录游戏的地址 又发生了改变 然后你猜怎么着 你还打了个20剩 Oh my god 你换了一个手机 改了个名字 然后换了一个地点登录 还打了个20剩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疑点 烙印在你的游戏账号里面 当然这只是一个疑点 那么具体会发生什么 还是要看一个工作人员 他怎么判断 他可能觉得 这个人好像刚好就是 换了个手机 换了个日记纸 然后刚好实力报 发达了个20剩 看他当时的判断 他又是觉得你没问题 那么你就没有问题 但他觉得你很可疑 那么你被封号就是没跑的了 那么关于VPN或者游戏加速器 这种原理呢 就是让你连接一个比较快的服务器 让他帮你跟游戏的服务器沟通 这种情况下 你的IP会发生改变 当时如果你的设备就没有变的话 他们就知道你在用加入器 或者VPN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不会封你的号 Max就说 你可以用VPN管游戏 没关系 他是这么说的 接下来账号共享跟代打善分 这个区别呢 我认为就是分段 或者登陆游戏之后干什么 这区别了 比如说有个人登陆你的账号 帮你买了一个什么黄热通信证 或者帮你充了点宝石 这种会被判断成账号共享 或者他帮你打几个游戏 不过他打很猜疑的书 那么也会被判断成账号共享 但是呢 如果这个人登陆你的号 帮你打了一个 帮你打了一个什么世界冠军 或者打了一个20胜 或者全球锦标赛第一名 或者前几百 或者什么 反正分段上的很高的话 这个就会被判断成 代打上分 这种时候就是抓到 就是永久封号 没有31天的警告 直接封 那么这个代打别人的打手呢 其实你也要担心一下 因为你不是安全的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游戏 有一个代打连坐的机制 他们会分析一些 搜集到的信息 判断你是不是代打的那个人 然后把你的账号也给封了 比如说你的小手机 登陆了你的大号 然后你登陆了一个别人的号 然后帮他打20胜 然后又换了一个号 又帮他打一个20胜 又换一个号 再帮他打一个20胜 然后这时候 一个SC 他就会看 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好厉害 这么多号 登陆在这个设备里面 都打了20胜 我们看看这个设备 登陆了什么号 这个人挺可以给他封掉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你们可能会有疑问 那我把我大号退了 我再打不就好了吗 那么很可惜 这个SC搜集的设备信息 是跟你的账号信息 绑在一起的 比如说你的账号 用这个信息 用这个手机登陆了 登陆过 登陆过 这个记录就是一直在的 没有办法消掉的 所以即使你退出登陆 SC一样可以通过这些设备 通过这些搜集来的信息 判断出来 你是代打的那个人 所以请你们 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不要请代打 或者代打别人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在 这个推特上面发一些什么推文 说我是无辜的 我只是换了一个新手机 然后我就被封了 然后这种理由 想要蒙过这个Max 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即使 即使你们把这个Max骗过去了 Max相信你们 他也要去跑到 那个游戏团队 游戏客服团队确认 这个人他好像只是换了一个手机 就把他封了 然后那个游戏团队 就会跟他说 这个人他代打 然后Max就过来跟你说 Bunny is valid 那么就没有办法 这个Max他只是一个 帮你沟通的人 他没有办法帮你解分了 所以你骗他也是没有用的 你得确确实实 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然后提供准确的证明 才可以洗脱你的冤屈 然后这个是最近买号 然后被封了 然后在推特找一个Max 说哎呀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然后被Max翻出来一堆资料 打脸的这个案例 因为他们真的可以看到 你这个游戏进度 这里就可以看到Max他分享 这个账号经历了一些 一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这个账号 原主人在某一个时间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登录过 然后突然这个账号 从新的设备登录了 然后突然又改了一个名字 然后设备的原主人还在玩 这个设备的原主人 用的还是原来那个名字 所以这个账号的原主人 把号卖掉了 然后又开了个新号 又叫原来那个名字 所以他们能观察到 这么细微的一些细节 所以他们真的什么都知道 不要常常去骗Max 没有用的 那么前段时间有人回复我 他说举报也是一个封号的理由 那么有没有大量举报 就会导致一个人被封号的经历 这种事情 是有这么一回事的 如果有一个账号被大量举报的话 他们会稍微检查一下 当然如果账号没有问题的话 是不可能被封禁的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些极其罕见的 极少情况下 被官方封掉还能解封的例子 比如说2023年CRL参赛选手 潘多了 他就是登录了官方自己准备的 共用的比赛设备 然后被工作人员判断成 共享账号或者带打 把它封掉了 那么一个Max也道歉 是我们他说是已经跟工作人员 共通过了 但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 把它封了 有事先跟他说过 这个是参加世界赛的选手 他可能会出现一种可疑的行为 不要封他 然后工作人员可能没睡醒 或者判断失误 就把它封掉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有正当的理由 可以跟Max沟通一下 然后说明自己的正当理由 所以他们会把你解开的 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 邱明 他把自己的小手机或者小平板 借给他的室友 然后跟他一起快乐2v2 然后打着打着就被封掉了 这个理由我觉得是 他们判断成 2v2的两个账号 都是属于邱明一个人的 然后突然两个人 突然一起打2v2 怎么可能 然后就非常可疑 就把它封掉了 然后实际上这并没有违反什么 他只是邱明日快乐 他跟室友2v2而已 所以Max跟他们客服团队讨论过了 决定解封邱明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希望有解答你们的疑惑 那么这一期做起来的话 还是挺累的 我去搜集了很多材料 去读了Supercell的服务条款 挺辛苦的 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的努力 所以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我爱你 别忘了给我点一下喜欢按钮 再见 拜拜